嘿,大家好,欢迎回到我们的频道 今天我们要揭开一种神奇水果的秘密石榴 你知道吗,石榴不仅仅是美味的水果 它的种子传播方式更是让人惊叹不已 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一起踏上这段奇妙的旅程吧 首先,我们来看看石榴的结构 石榴的果实里有无数颗晶莹剔透的种子 每一颗种子都包裹在甜美的果肉中 你可能会问,这些种子是怎么传播出去的呢 别急,答案马上揭晓 石榴的种子传播主要依靠两种方式 动物传播和水传播,让我们先来聊聊动物传播 石榴的果肉甜美多汁,吸引了许多动物前来享用 比如鸟类,猴子,甚至是人类 当这些动物吃掉石榴后,种子会随着分辨排出 落在新的地方,开始新的生命旅程 接下来是水传播 石榴树通常生长在河流或溪流附近 当果实成熟掉落后,种子会被水流带走 飘到远处的地方 这样,石榴的种子就能在更广阔的区域内传播 找到适合生长的新家 除了这两种主要方式 石榴的种子还可以通过蜂传播 虽然这种方式不如前两种常见 但在特定条件下 蜂也能帮助石榴种子找到新的生长地点 听到这里,你是不是对石榴的种子传播方式 有了全新的认识呢? 石榴不仅仅是我们餐桌上的美味水果 它的种子传播方式也充满了智慧和奇妙 希望今天的视频能让你对大自然的奥秘有更多的了解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 别忘了点赞,订阅我们的频道 并在评论区告诉我们你最喜欢的水果是什么 我们下期再见,拜拜